好,这小节我们讲一下中介展模式 中介展模式呢,也是不是很常用 但是有一种场景我觉得是特别适用的 而且是特别建于我们的生活 所以说我们这儿要当然拿出一小节来讲一下 好,更加我们就不再去用语言描述了 我们用这个图来看得特别清楚 就是如果是我们有很多个对象 然后像左边这个图一样 如果是对象之间都在频繁的去相互方面 大家看这个线连的会特别复杂,对吧 这样的话从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我们严重不符合于我们的这个KLFM的一个设计原则 因为如果是其中一个对象接触改来之后 会影响好几个对象的接口,对吧 这样的话如果是这个改来,那个改来,那个改来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牵一发增全身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我们系统就乱了 如果是像右边这种呢 就是对象和对象之间访问都会通过一个中介者去访问的话 如果是这个对象一的一个接口变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需要去改变中介者的就可以了 不像左边这个图,如果对象一的接口变了 那我们对象二,对象四,对象五,对象六都需要去改变 因为他们之间都有这种相互的访问关系,对吧 好,大家通过这个图就能很轻易的看出来 这个中介者模式啊是一个特别符合于设计原则的一个模式 好,我们看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右侧Class A Class B 是买房子和卖房子的两个人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哈 就是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 你都需要通过中介,你如果是自己去弄的话会很麻烦 而且没有这种资源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通过中介来去咨询或者说处理房子的问题 这样的话就会方便很多,对吧 因为比如说你是一个买房子的,那个卖房子的人可能会有很多,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卖房子的,那个买房子的人可能会有很多 这样的一种关系如果是没有中介的话 然后这个买房子和买房子的人直接去交互可能会导致非常的杂乱 咱先且不说这个价格的问题哈 就中介费的问题 就是如果是你设计一个系统 让买房和卖房直接交互的话 这样的话这个复杂性就会提高很多很多倍 这样肯定是不利于我们系统的设计的 所以说我们要加入一个中介者 类似于这种买房子和卖房子的人中间有一个中介的操作 比如说A有一个number,有一个数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价格啊 然后set number的时候呢 我们想去把这个B来改了 这样的话我们不能直接修改B 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通过M.setB 就是让通过一个中介者来去修改B 我们不能直接凑合B的方法 B也是如果是他要修改这个number的话 他要通过这个M去setA 就是通过中介者来去改A 不能自己去改A 好中介者呢其实就特别简单了 就是他需要同时维护这个A和B 然后setA的时候和setB的时候呢 都可以去通过这个A.setNumber和B.setNumber 去修改这个价格 这样的话中介者就可以做他自己的逻辑处理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number乘以100 比如说把那个number除以100 都可以做自己的处理 因为中介者也需要数据中间费嘛 对吧 而且他中间也需要做一些各种各样的逻辑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A和B之间的这个交互关系 给他通过中介者给他捋的特别清楚 对吧 其实这个例子看似特别简单 但他真实的去体现了一个中介者 在其中的一个作用和这个节舞的关系 好到环境中我们把之前备忘模式的这个代码删掉 根据PPT中呢我们 可以先class一个a 然后constructor里边 我们给他 处理化一个number 比如说复制成0 然后有一个setnumber的函数 这是个m中介者 setnumber 如果是setnumber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this.number给它复制成number 对吧 如果是有中介者的话 如果有中介者就说明我们需要改B的 对吧 if m的话 就是通过m.setb来修改 就是我们不直接去操作B 好 然后再去classB 然后constructor B呢也有这个number 然后也是有setnumber 然后也是有中介者 首先把这个B的number给改了 然后呢 如果是有中介者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A的number也去改了 当然我们这儿写了个setA setB 还没有定义对吧 这个没有关系啊 我们初始化一个中介者的一个class 这样的话 我们class中介者 中介者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A B都给它传进来 然后中介者要实现什么呢 要实现一个setB和一个setA 对吧 好 好 setB ok setB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首先要获取这个list.a.number 就是把A的number给它拿到 然后呢 在list.b.setnumber 然后把这个number给它传进去 对吧 A的number给它传进去 当然我们中间可以做一个处理 比如说我们假定来乘一个100 setA的时候也一样 我们把这个B的number给它拿到 然后呢 list.a.setnumber 然后把number做一个处理 比如说我们除一个100 这就是中介者所做的一个作用 好 接下来我们写一个测试啊 然后 初始化一个A 初始化一个B 好 初始化一个中介者 要把AB传进去 好 这样的话我们A.setnumber100 对吧 B呢也可以setnumber100 A导致完之后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A.number 和 B.number B也是 B导致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个 A.number B.number 好 大把就写完了啊 我们先把空框删掉 好 这样写完之后呢 我们先把理短期中的记录 给它清一下 然后回到大把中 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错误啊 哦 这写错了 应该是class B 保存 好 刚才有一个地方 有一点疏忽 我们这儿 简单改一下 大家也跟着我一块改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 A.setnumber 和B.setnumber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M 给它传进去 因为这个M 是一个中介者 如果不传进去呢 那这个M 就没有什么用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M传进去的时候呢 A.setnumber的时候呢 是传入100 传入100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100 给它复制成A.number 对吧 然后M.setB setB的时候呢 就到这儿来 对吧 到这儿来的话 它会把这个M.number 这个A.number 获取到就是100 然后呢 再乘以100 给它设置到这个B的这个number中 这样的话 这个B.setnumber 肯定是1万 是吧 同理 B.setnumber的时候是100 100 这个setA的时候呢 我们就到这儿 就是除以100 然后再把这个A.setnumber 给它复制上 所以说这个A.number的时候 就是1 我们再重新刷新一下 刚才那个单一 结果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 是100 1万 和1 100 这样的话就比较符合 我们的预期了 因为我们这儿 有一个乘以100 有一个除以100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代码也是 就OK 就没有问题了 中介者的作用呢 主要体验在这个地方 就是A和B 不管是谁赛了谁 都不能直接去 两者计刑相互方面 而是说通过一个 中介者来访问 这样跟我们买房子 或租房子 遇到的中介 作用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也是比较 贴近于生活化的例子 比较好理解 好 我们回到PPT中 设计员的验证 各国家对象 通过中介者隔离 通过中介者隔离 然后肯定是 符合开化分离原则的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 我们通过一开始 那个图就能看出来 左边那个图 右边那个图 差别比较大 好 我们做一个总结 概念和用意呢 我们想一下 概念和用意 我们当时没有用文字描述 我们直接画图 那个图左侧是 好多个对象之间 直接相互关联 右侧也是好多个对象 但是中介有一个中介者 对吧 通过中介者来相互关联 我们说过这个和我们 买房子和租房子 这中介者的这个概念 是完全一样的 实现方式呢 我们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示例 来模拟了一下 两个对象之间 怎么通过中介者 来去相互的干预 相互的复制 JS的场景呢 不是很多 想象的不是很多 但是可以对标一下 我们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中介 这种要补场景 来去理解中介者模式 这个是特别符合 这个中介者模式的 一个定位的 那好 这一些中介者模式 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